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 位在迪化街的和平与女性人权馆 阿嬷家正式开幕 目前仍健在的未安妇幸存者 陈莲花阿嬷 以及曾经在新竹受害的韩国李荣珠阿嬷 都一起来见证历史 走进迪化街这栋典雅老建筑的长廊 一张又一张的照片映入眼帘 诠释台湾58位未安妇阿嬷的生命故事 下一镜厅堂有着二次世界大战时 未安妇的相关历史文物 十多年努力 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终于正式开幕 高龄92岁的莲花阿嬷 是台湾58位未安妇幸存者 仍然健在的三位阿嬷之一 身体再怎么不好也要前来见证 曾受迫在台湾新竹空军基地当未安妇 86岁的韩国李荣珠阿嬷也现身 最想见当年出来当证人军营里的一位 台湾小哥说谢谢 等不到日本一句道歉 阿嬷们相继世事令人感伤 傅云会希望新政府继续对日本求偿 而阿嬷的故事 历史的记忆 人权反性别暴力的价值 将从阿嬷馆传给下一代 先下卫生知名台北报道